我抱着 中地长看 年轻啊 因为不好赖 赖以后也没有 这个是必点的 这个必点的 这个我不认识 这个不认识 因为答是他没有这个 这不算 这个重不重 这个可以 还有一个那没有点 一桌子菜竟然错过了经典 究竟是什么味道 让大家摸黑也要来吃 是今天了手艺了 有在这儿出现 是的 还是每人这样一斜两 片坊多砖 确实有这么一个篮盘 很壮观 要说人是不少 但是吃啥 拌头羊肉串 或者花甲鸡 我喜欢他一块啥呢 他把那个烧烤和海鲜呢 他能中策在一块 包括他的蟹短海鲜呢 我们上回 我们点了什么花甲鸡 吃了大家反映说可好吃 但是大哥之前可告诉我们了 经典的还没有看到 就是肉 这是一款鸡 吃肉 没墨 从不定还能吃了吗 没个肉 就一口 真的真的 真能吃肉肉 一过来都是 肉 先烤一把 他不就正畅 那就快小点了 那是 选手选的不错 炒了 有活后掌握了也不错 知道吧 腰这一款鸡 其实还算可以接受了 眼睛我都是 先弄十万业 然后我先吃 对 先尝尝 先尝尝 咱尝尝味 然后都是这 反正这个料味还是比较不错 我是从老店都吃 然后有一段时间 我不折到板子了 请来几个朋友说 然后板到这了 板到这了 然后我都是来这 从他开爷到现在 也来的陆陆续续去 去把揮了 他两个事不是严寂的 所以吃着都香 这个亚洲这个羊肉 其实瘦了 相当多一点 这是鸡肉 那三块是纯雷条肉 不传一样肉 纯肉 香吃香一点的 吃雷料 对 香吃瘦点的 就是吃的一环盐串 可待劲 还不显量 有人往这一做一堆白石串 真如来挽过瘾的 土耀 可待劲 这你赶走了 我赶一个大瓦点 傲侄 这一块都能啥 没能打死的 我吃鸡串可待 傲侄 想而不你 非得可待劲 你要我说 这个跟羊羊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抱不傲侄 从地上看 显量 因为不好赖 赖一回又没有 今天看赖 这就是咱说了 就得说这个土耀 其实每天没那么多 对 我刚一等三辆五串 但是这个油你知道吧 它不是那种 一吃就能画在嘴里的 它是又剪又韧了 抱住这个 这里面这块肉 你知道吧 有点像蚌子 消吃了像蚌子一样 但是吃到嘴里 还会把一包 烤兔腰 据说是这里的惊喜 不同于我们常吃的烤腰子 烤兔腰不仅口感丰富 没有腥味 一口爆汁的效果 更是留下了口味醇香的味道来 又因为每天的原料稀少 因此老食客们都吃出了经验 以前到来只为这一口鲜 你要炒饭是因为 这个炒饭啊 这就是他家最景点的东西 以前在贝夏节那边 这个炒饭都是大家贝家人 它料很足 它是稍微有点贵 但是它贵 它不是贵有贵的愿意吗 总是吃了 对啊 羊肉炒饭 据说在老店的时候 它就是烧烤之后 主食的不二选择 卤好的羊肉切成肉丁 配上胡萝卜调色 米饭中加入卤肉的汤汁 在炒锅中 不停翻炒出混合香味的锅气 再搭配上一把一元烤串 花甲炒鸡和烤兔腰 这次美食的体验就开齐了 这一把平坦的这个东西 太香了 这边倒点 二十一把菜达上美油 这菜达上美油 吃过了才知道 你们要点早点 那它咸亮不咸亮了 被烂点颠了美油了 基本上也是蒜咸亮 我们研究直接过来 首先从口感上来说 特别过瘾 这个料味我觉得调的还可以 它的自然是大颗粒的自然 和那种自然本混到一块的 它的自然这个香味比较明显 如果你有时间从这儿路过的话 来这儿怎么吃的 先怼一把这个一块钱的串 您先吃着 如果有炒饭的话 要一份炒饭 二个一结合 气质无有在乡 你如果要把这个 脊子里面的这个花甲这个汁 再往这里倒一点 它啥混到一块 会不会更呆劲